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? 摔牙,洗脸,整面背 还有要听? 圣经好好听! 大家好,又到我们读经的时间咯 今天我们来读诗篇第32篇,开始咯 得色免其过,遮盖其罪的,这人是有福的 凡心里没有诡诈,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,这人是有福的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,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,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意耗尽,如同夏天的干旱 我向你承明我的罪,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,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为此,凡千成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 大水翻译的时候,必不能到他那里 你是我长生之处,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以得救的乐歌思念环绕我,我要教导你,指示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,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 必用质还配偷了,祝他不然就不能寻福 恶人必多受苦楚,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 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今天读经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也要记得和我们一起读经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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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